爸妈车祸去世那年 爷爷把我接回了老家 看到我 他浑浊的眼里全是打算 自着烟黄的牙笑得不怀好意 你爸爸你藏着这么严实 不还是落我手里了 公交车站都没有的穷山村 爸爸好不容易逃出来的地方 我又陷进去了 因为爸妈都去世了 爷爷成了我唯一的监护人 我只能跟着他回去 高考出去上学 是我唯一的出路 但高考前夕 爷爷要我嫁人 反正考上了 也没有钱给你去上 不如早点嫁人换彩礼钱 南方我已经找好了 爷爷说的是村长家的小儿子 得了劳病 听说快死了 这是要把我送过去冲洗 别撑不过洞房就死了 婶婶大笑着上下打量我 她是个越南女人 村里很多人家的媳妇 都是从越南嫁过来的 婶婶说我这样的本地姑娘财力比她们贵 所以她很不喜欢我 都说好了 爷爷坐在廊下抽汗烟 要是死了就让哥哥顶上 不亏 我一言不发 反抗是要被打的 打过几次之后我就学乖了 反正他们说什么是什么 我做不做是另一回事 暗地里我发誓 一定要参加高考 离开这个鬼地方 我的准考证被藏起来了 翻遍了整个家里都没有找到 婶婶在摆放的时候得意地说 别找了 你没嫁过去之前是找不到的 我就是想留个纪念 我乖巧地说 别打歪主意 你知道这里到县里有多远吗 婶婶吓我 跑一天一夜 你还没跑出去就被抓回来了 她刚说完 爷爷就带着村长家的人来了 婶婶一见 立刻把我的衣服往下一拉 露出了半个胸 你干嘛 你包得这么严实别人怎么看 婶婶瞪了我一眼 她的力气大 我完全拗不过 只能死咬着牙刃由她来 我一定要逃离这里 劳病的小儿子没来 来的是大儿子和村长 这就是我大孙女 才十八 您瞅瞅 爷爷在村长面前笑得像个孙子 还大呼小叫地拽着我去打招呼 木头吗 快叫人 村长爷爷 贵根叔叔 我色缩了一下 很是乖巧地叫人 村长盯着我的胸 满意地点点头 贵根 你看看 这架势 不是替小儿子找老婆的 好像是替大儿子来相看的 贵根叔都四十了 娶过了两个越南媳妇 都被她家暴打死了 我嫁过去 还有命吗 我看看屁股大不大 大的才能生儿子 贵根叔把我拉了过去 伸手就在我屁股上拍了一下 啊 我的反应取悦到了他们 所有人都大笑了起来 爷爷把我往贵根叔怀里推 还是黄花大闺女 皮薄着呢 贵根叔掐着我的脸笑 我们是满意 就不知道贵松喜不喜欢 不如今天先跟我回去 让贵松看看 爷爷连忙道 去 去 这就去 说什么胡话 我要是去了 还能全须全尾地回来吗 站在村长家门口 我仿佛看到了那扇破旧的大门 像是要把我一口吞了 贵根叔上来你推我 快进去啊 在这里磨蹭什么 一进门就听见了贵祥叔的咳嗽声 宛如催魂 贵祥快来看你媳妇儿 村长吆喝着过去 也不管贵祥叔是不是咳得走不动路了 就这样把人半推半拖地拉了过来 比起贵根叔这个强壮的劳动力 他看不上病秧子小儿子 听说贵祥是读过书的 高中毕业 村里唯一的高材生 人也白净 要不是这病 还不知道要多吃香 所以爷爷很骄傲把我嫁给他 我看在眼里 上前乖巧地把贵祥舒服了起来 叔 爷爷让我过来给你当媳妇儿 他上下打量我 一边咳一边点头 苍白的脸上蕴染着病态的潮红 不错 村长爷爷道 给你留个种 你脑子好会读书 以后生的儿子也不差 行了行了就他了 贵根叔早就不耐烦了 把我从贵祥身边拉开 你回去睡去 哥给你把婚礼操办得红红火火 我连忙拉住贵祥的手 叔 我想陪陪你 我才多大 哪里知道我的目的一下子就被贵根叔看出来了 他瞪着我 那样凶狠的眼神我从来都没有见过 呵 这是嫌弃我呢 说着也不管贵祥 上来就拽我手 我摔倒在地 他直接就把我拖着走 啊 村长爷爷 救我 我的脑海中顿时浮现了他那个两个被打死的越南老婆 我不会也这样被打死吧 大哥 贵祥还在咳嗽 声音却稳了不少 小孩子不懂事 以后慢慢教 贵根还在气头上 直接就冲他喊 你给我滚回去 这没你说话的愤儿 村长坐在石头上巴巴地抽着汗烟 终于开口制止了这场闹剧 贵根 你像急什么 把人吓着不好 不打就是不成器 贵根冷哼了声 把我往地上一扔 走了 没事吧 贵祥走过来扶起我 我狼狈不堪地拉住他的手 明白在这个家里 只有贵祥是我的保护伞 我得巴结他 傍晚我还是回家了 爷爷还没回来 家里一圈女人围着婶子 他们在大声说笑 是我听不懂的越南话 这些都是越南来的新娘子 村里还有很多 婶子坐在一圈女人中间 看见我的头发凌乱 衣服上也有泥 狠瞧不上地说道 这就被人得手了 丫头片子 就是不中用 女人们都看着我 大笑了起来 我通红着脸 想要反驳 指甲把手心都掐出印子了 才忍住了不冲上去和他拼命 他不是罪魁祸首 我告诉自己 和他打起来什么用都没有 婶婶让我去洗澡 刻薄地骂我 别弟弟还没死 你就怀上他大哥的肿 我也不反驳 任他误会 农村里没有卫生间 向来都是打水冲冲就算了的 尤其是夏天 更简单了 我还在小房间里冲水 就听见窗外有动静 是爷爷回来了 都不知道和谁在说笑 都是他爸 把这丫头教得无法无天了 话音刚落 小房子的窗户就被从外面推开了 我一件衣服也没穿 尖叫着捂着身子蹲下去 是贵根叔 我的反应取悦到他了 他大笑了起来 还羞 婶婶正好端饭回堂屋 看见爷爷和贵根叔 立刻谄媚地迎上去 快快 进屋吃去 酒菜都准备好了 贵根叔高高兴兴地 跟着他们进屋了 我再也没有心情洗澡了 憋了许久的眼泪终于掉下来了 要是爸爸妈妈还在 一定 一定不会让我遭这样的罪 婶婶在外面催我 我胡乱地换上衣服出去了 婶婶 我的准考证 给你你就能去考吗 消停点 才少吃点苦 他打断了我的话 催我去给贵根叔倒酒 我捏了捏拳 告诉自己得忍 可怎么都笑不出来 贵根叔的眼睛就像是黏在了我身上 爷爷看他满意 也高兴 为了表现地对贵根叔看重 还动手在我背上拍了两下 哭丧着脸给谁看呢 笑起来 我憋不住 没笑 倒是哭了 你动什么手 贵根叔拦住了爷爷 顺势就把我往他那里拽 来 躲我这里 我挣扎了一下 贵根叔的脸色 立刻变得不好看了 又喝了酒 仗红着脸 像是随时都要发火 就在这个时候 有人站在我家门外喊 贵根 贵根 哎 村长让你回去呢 贵祥不行了 我听说是贵祥晕倒了 村里的赤脚医生去看 说他不行了 这群人没有想着把人送到大医院去看 居然直接就商量起我冲喜的时间了 越快越好 村长还在抽汗烟 一副稳如老狗的样子 两天后是个好日子 就那天吧 人死了就不吉利了 爷爷忙不迭地点头 就那天 那彩礼会给你的 村长敲了敲烟杆子 爷爷就不说话了 我听说 村长答应给爷爷一万块 这是天价了 村头新嫁过来的新娘才给了五千 而我 在他们商量着我的价钱的时候 作为贵祥的未婚妻 正守在他的床边 以防万一他真的死了 就要喜事变丧事了 两天后 我的同学们都在高考 而我 却要和这个病秧子结婚 我颤抖着手 捂住贵祥的口鼻 他要是死了 别人只会以为是病死的 跟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可是 他死了我就不用嫁了吗 我的手在他脸上转了一圈 帮他擦了把脸 小丫头还挺上心 跪跟书进来 看着我就笑 别愁眉苦脸的 书保证你不守空房 我咬着唇不说话 他就凑到了我身边 还没开过婚吧 放心 书教你 保证你书舒服服的以后老是跟着书 我鼓起勇气 颤颤巍巍的说道 贵跟书 我 我要嫁给贵祥的 哼 病秧子能干什么 贵跟书嘲讽 连个女人都不能享受 贵跟书 贵祥书还在这里病着呢 要是醒了气着怎么办 气着没事 主要是怕直接气死了 那就好玩了 到底是有担忧 贵跟书没三没四的说了会儿话 就被喊出去准备婚礼了 我刚松了口气 一转头 就看见贵祥已经醒了 正面无表情的盯着我看 他生了病 脸色苍白中还透着青 这样一顺不顺的盯着我看 实在可怕 我想到了自己看过的恐怖片 差点尖叫出来 贵祥却是先安慰我了 怕吗 我立刻摇头 不怕的 书 你要快点好起来 好来娶我 贵祥笑了下 闭上眼接着睡了 他是一直醒着的吗 那我刚刚要是上手捂他嘴了 他是不是就知道了 我心里一阵阵的后怕 更加确信 这个家里 我必须要依靠着贵祥 婶婶说 两天后的日子好 除了贵祥 村里还有两户人家娶媳妇 我来这里大半年了 从来没有看见谁家儿子谈婚论嫁 忽然有人就要结婚 大概又是越南新娘 别垮着脸 婶婶见不得我这样 当即就骂骂咧咧 你最贵嘞 还不高兴 他把喜福丢给我 听说是他以前穿过的 花了二十块钱扯的红布做的 我拿着那衣服忍不住道 我妈妈嫁人 穿的是婚纱 婶婶难得沉默了一下 紧接着又嘲讽了起来 什么玩意儿 我们这里没有 你也少做梦 说完就气冲冲地走了 我穿上衣服 忽然摸到衣服 暗带儿里面的东西 费了好大劲儿才拆了暗带掏出来 是我的准考证 顿时 我心如雷骨 有了准考证 我就能去考试了 还来得及 可我 跑不出去 整个村子都有人守着 日日夜夜 就算跑出去了 就像是婶婶说的 一追就追上我了 我只有一个机会 两天后的婚礼 三家人结婚 村里都在庆祝 那时候肯定会有松懈的 第二天 我见到了另外的两个新娘 他们被领着去村长家过脸的时候 我正好在那儿 爷爷时时刻刻地都在催着我去村长家照顾桂祥 不知道的还以为桂祥是我爹 我要去他病前尽孝 但我怕的不是桂祥 是桂根叔 他喜欢动手动脚 但今天他顾不上我 见到两个新面孔 他心掀着呢 又仗着自己是村长的儿子 有恃无恐 那两个汉子目睹这桂根动手动脚 连锯屁都不放 桂根叔还把我拉过来 拿着我和那两个新娘比较 炫耀一般道 这是要嫁到我家的 嫩吧 黄花大闺女 才十八 我顿时休地低下头 跑去了桂祥的房间 他们又在吵什么 我把外面的事情和桂祥说了一遍 然后拉住了他的手 哭泣泣道 叔 我想和你待在一起 不和桂根叔在一起 桂祥拍了拍我的肩膀 放心 我还死不了 死不死的 我都不大放心 但因为我这句话 那两个汉子带着新娘进来见桂祥的时候 他再一次维护了我 桂根叔要拉我走 他们说话呢 书带你出去玩 没事 就待着这里好了 去给我倒杯水来 他说话和和气气还文周周的 看得两个新娘眼睛都直了 我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死守在桂祥身边 寸步不离 就是不明白 他们来村长这里过个眼 为什么还要到桂祥这里 难道是因为他读过书 所以要来蹭蹭 说话间 桂祥又咳嗽了起来 撕心裂肺的 我就在他身旁站着 本来想递水 看见他拿旁边的毛巾捂住了嘴 毛巾上沾染了血 别人大呼小叫的说桂祥咳血了 可我却看得出来 他嘴上的血 是毛巾抹上去的 像是口红一般 桂祥 真的是装病 晚上回家 我才出了村长家的门就被桂根叔给抓住了 他才喝了酒 满脸通红满是酒气 嫌弃你叔我 稀罕那个病秧子 说完还往我身上蹭 老子今天就娇娇你 什么才是真男人 我立刻抽抽打打的哭 桂根叔最烦这个了 叔 是桂祥叔 要我 我别总黏着你 怕人说闲话 说什么闲话 这个病秧子 他气势汹汹的就要去教训桂祥 我立刻拉住了他 叔 别去 桂祥叔生气了 不要我了 怎么办 桂祥不要我了 他也不好打主意接手我了 毕竟 村长可不打算娶一个媳妇 花两份钱 我劝住了桂根 在路上先把眼泪给抹干了 家里果然又只有婶婶一个人在 大家听说爷爷得了彩礼钱 个个都请他喝酒 酒桌上想借钱 开口的方式多了去了 只是我没想到 今天见到的两个新娘 这会儿也在婶婶这里 他们两个跪在婶婶面前 见我回来了 顿时脸了神色 婶婶指着我道 你们还想换到村长家 知道那家人为了娶她花了多少彩礼钱吗 一万 顿时 两个新娘看我的眼神 又羡慕又嫉妒 本地人就这么值钱 以前还是城里人 婶婶道 十字的 就值钱 她紧紧地盯着我 眼神是我从来没见过的瑞丽 我快步走回自己房间 死死地捏住衣服的暗带 我的准考证就在里面 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去等了 再等一年 我拿什么去读高三 今年 我必须出去 参加考试 婶婶像是在看着我一样 我进房间没多久 她就也进来堂屋了 我忍不住问她 那两个人来找你干嘛的 在我的认知里面 这两个新娘一定是不想要嫁过来 所以求婶婶帮忙的 这种事情我也做过 但没有用 婶婶是这群人的帮凶 来问我能不能换嫁到村长家 婶婶道 你夫家让人羡慕着呢 我憋红着脸 心里想着 这福气给你吧 我不要 他们怎么不跑 小丫头见识短 有些地方比这还穷呢 他们嫁过来是过好日子的 我小声嘀咕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说的什么东西 听不懂 婶婶摆摆手 你给我准备着嫁人 不准跑听见没有 我吃笑 狠狠道 那一万块也倒不了你手里 等我嫁过去 我就天天在村长耳朵边上说你们的坏话 爷爷还想苟证人事 做梦 婶婶听了 又伸手来捶我 你也就冲我发狠 以后贵根天天打你 有的你吃苦 我咬着下唇 习惯性地沉默了下来 没用的 怎么说 他都不听的 穷乡僻壤吃人 他被这个村子同化了 还有一天就结婚了 村长家的贵祥站起来了 都要死的人了 生生地活过来了 整个村子都在说 冲喜冲得好 我是个有福的人 只有贵根叔很烦恼 要是贵祥不死 他还怎么接受我 那样 他就没老婆了 我看见他围着我打转 但是贵祥就在院子里晒太阳 我只能待在他身边 远远地看见他把村长拉到一边去了 两个人躲在草朵子后面嘀嘀咕咕说什么我也听不清楚 直到最后贵根叔发狠诗地吼出来 那我怎么办 后面没了声音 村长把贵根叔打走了 我瞥了眼贵祥 他在太阳下睡着了 没等一会儿 贵根叔就把我拽起来 村长也没有阻止 跟着一起进了房间 只有贵祥一个人留在外面 以后他逢单日跟我睡 双日照顾贵祥 贵根叔上来就直接说 俨然把我当作自己的所有物 开始瓜分了起来 我没有惊讶 因为在村里 这样的人家也有 两个兄弟和一个媳妇 家里可穷可穷的 钱也只够出一个彩礼钱的 就这样分了 而我 已经从一开始的惊讶到现在学会了揭末不言 村长巴巴地抽着汗烟 考虑了惠儿点了头 老头上下打量着我道 快点给贵祥留个后 你是个十字的 比那些女人都贵 要给我们家再生个聪明的出来 他背着手走了 我怯生生地看着贵根叔 小心翼翼地问 叔 那我明天晚上 跟谁睡在一起啊 明天晚上 是新婚夜 我这个黄花大闺女 贵根可稀罕了 当然是我 可我听村长爷爷的意思 是要我和贵祥叔一起 他读过书 孩子生出来聪明 这一下子就踩到了贵根叔的痛脚 他大字不识一个 就是空有蛮力 我在旁边添油加醋 以后要是孩子生出来 贵祥叔没了 是不是还要你帮着养啊 村里人说不说闲话的啊 要和人分老婆不说 还要帮着养儿子 嘖嘖 这头顶绿的 谁敢说闲话 我小声嘀咕 要是贵祥叔不醒就好了 他身体不好 醒不过来也没人知道的 明个晚上 村长爷爷多吃点酒 哪还知道咱们在一块啊 贵根叔愣了一下 拍拍我的脸高兴了 说得对 贵祥就别醒 还真是个聪明的小丫头 我目送着他离开 又看了眼院子里的贵祥 他还在睡 还知道自己的哥哥心里盼着他死了才好 可他没病呢 还能让贵根叔得手 山沟沟的人家 嫁娶都简单 听说婶婶当初嫁过来的时候 就只是在衣服上别了朵红花 连顿肉都没有吃 那时候 太穷了 直到贵祥读书回来 大家才稍稍富裕起来 所以村里人都崇拜贵祥 说同样是念书有出息的 我爸就是自私自利 只顾自己离开村里 而贵祥是回来帮助村里建设的 所以 即使爷爷家出了个大学生 依旧被人看不起 连带的村里人也不喜欢我 可惜 贵祥得了劳病 要死了 我既然是给他冲洗来的 再不待见我 这场婚礼也要办起来 当天整个村里都很热闹 端着酒水肉菜的 村长家也布置了起来 婶婶脸上带着笑 忙着招呼别人 村里的女人们说 自从小叔病死之后 没有在婶婶脸上 见过这么开心的笑了 她无儿无女的 是真的把我当成亲闺女一样 嫁到好人家的 要我以后多孝顺她 反正我没妈 她没孩子 孤儿寡母的 般配 我红着脸点头 她们说什么我都不反抗 我以后一定好好孝顺婶婶 我没有说谎 我一定会好好孝顺她们的 报警的时候重点提示一下 争取优先处理她们 好大意灭青 天边渐渐染上昏黄的颜色 村长脸上也喜气洋洋的 贵祥还有两个朋友要来 那可是从外面来的人 大家都轰闹了起来 说着贵祥有出息 等冲洗完 并一定能好起来 我悄悄地打量着人群中的贵根书 别人越是夸贵祥 他心里就越不是滋味 真是没用 但越这样就越好 趁着没人注意 贵根书来找我了 他用力地把我拉到墙角 火急火聊道 你晚上不准跟着贵祥走 我委屈巴巴地抹了一把眼泪 这种事情是我能做决定的吗 我越是委屈 贵根就越是着急 对贵祥也越是讨厌 贵祥这样的身体 哪里经得住贵根三两下揍的 要是出了事那别说结婚了 今晚恐怕喜事便吃喜 而且 贵根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打了贵祥 能善了吗 我就是要把事情闹大 贵根书把贵祥喊到房间里去了 我的心都提起来了 实在没有忍住 悄悄地走到房间门口 想要听听他们在说什么 至少 要是打起来 我得拦住点人不让他们进去 让贵根的拳头来得更持久一点 农村的房子没那么隔音 他们连房间门都没关好 压根就不怕人偷听 我从门缝中看到贵根书站在贵祥面前 呼吱呼吱地直喘气 似乎是已经吵过一轮了 即使这样 他还是没有动手 我正打算推开门 进去添一把火 就听见贵祥冰冷的声音 不管是谁 不准动他 他很值钱 我已经讲好价了 要是被人睡了 就没那么多钱了 我的心一沉 贵祥在说什么 他和谁讲好了谁的嫁 难道说 村里又有别的新娘要嫁过来 刚要细听 身后忽然响起了婶婶的声音 你站在这里干什么 我一惊 差点吓出声音来 房间里的谈话声瞬间消失了 我要是不说点什么 估计贵祥他们就要对我起疑心了 六婶喊我去换喜福 我找不到他了 我小心翼翼 不过还好 婶婶没有看出来 虽然嘴上骂骂咧咧的 却还是带着我去换衣服了 看来我是敷衍过去了 我担忧地回头看 就是不知道贵祥他们有没有相信我 他说要带我去换衣服 可是越往里面走 越不对劲 不像是回家的路 也不像是去找六婶 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一个小房子 村里嫁过来的新娘也不是都听话的 那些不听话的 就关在这里 打一顿就听话了 我下意识地想跑 却被婶婶一把按住 房子里出来了好些个女人 有越南来的 也有外面嫁进来的 他们捂住我的嘴 把我拖进了小房子里 五花大绑 任我怎么挣扎呼救 都不放开 我大意了 婶婶从兜里掏出来了一张纸 是我的准考证 我明明藏好了的 她从哪里找出来的 她用力捶了一下我的头 恶狠狠地说道 你还没死心 还是想跑出去考试呢 跟你妈一样 都是忘恩负义的东西 告诉你 你跑不掉的 我才知道 原来当初我妈和婶婶 是一起嫁进来的 只是我妈妈是本地人 嫁给了会读书的大儿子 婶婶嫁给了小叔 后来爸爸考出去上学了 妈妈是被扣留在村里的 是婶婶帮妈妈逃出来 妈妈说好了会回来接婶婶的 最后妈妈没有回来 到死也没有回来 婶婶被留在了这个落后的小村子 丧夫守寡 日渐泼辣 我不被她待见是应该的 在她眼里 我是来替爸妈还债的 婶婶要去跟村长们邀功 我要跑还被她抓起来了 这种大功劳 她怎么能不说 临走的时候 她叮嘱两个女人看着我 好好在这里看着她 别让她坏了我的好事 好事 什么好事 因为把我抓起来立了功的缘故 村长他们夸赞了婶婶 一时之间 婶婶风头无两 被给予无限信任 她在村里横着走 指挥这个指挥那个 甚至比我爷爷还要骄纵 我在小房间里焦急地等着 想着有谁可以来救我 要是这个时候有手机就好了 这么想着 我忽然冷静了下来 没有人能救我了 我的父母都死了 爷爷和婶婶还一个劲地把我往火坑里推 没有人能救我了 如果我在这里泄了气 就真的没救了 我挣扎着站了起来 在房子四周摸了摸 这个房子已经老化了 窗户边的木头都要掉了 用力一抠就开始掉皮 只是抠了半天 指甲都抠断了 还没有抠出来多大 干脆跳起来吊着窗户 用脚往外踹 一下一下 我感觉墙都松动了 窗户松动了 我正准备把窗户卸下来钻出去 忽然听见门锁被拉动了两下 我以为是婶婶他们发现了我逃跑 然而门打开 进来的是桂根 顿时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叔 你怎么来了 我陪着笑脸往外看 外面什么人都没有 桂根面色潮红还透着酒气 明显是喝多了 他打了个阁 朝着我就扑了过来 嘴里还骂骂咧咧 不让我碰 我偏要碰 一个女人 有什么金贵的 说着就要把我摁在地上 和喝醉了的人没有道理能讲 再说 这里连个人都没有 也不会有人救我 我要是再装 就要吃亏了 我用力地推着她 桂根感受到了我的不愿意 上来就狠狠地摔了我一巴掌 力道直大 一看就是习惯了打女人的 等等 现在还不能够还手 我死死地咬着牙 泪水从眼角滑落 劝自己再忍忍 忍 忍什么 手往旁边勾到了窗户上掉下来的木头棍子 我用力一挥 对着桂根的脑袋就砸了过去 她疼得嗷嗷叫着一嗓子 蜷缩在一旁翻来覆去 一棍子没有把她打晕 等她站起来抓我 完蛋的就是我了 我正准备爬起来就跑路 忽然听见了熟悉的咳嗽声 是桂祥的咳嗽声 我转头看去 她就站在门槛上 弯着腰咳嗽 明明什么都没有干 却让我觉得恐惧 好像 比刚刚桂根想要侵犯我还要觉得恐惧 我反应过来了 立刻缩在角落哭了起来 桂祥走了过来 拍了拍我的脑袋 是不是吓坏了 我打了桂根叔 我摇头 怎么办 桂根叔 要打我的 有我在 不会出事的 她看着我微笑 只是那沉着淡定的样子 实在和我对这个村子的认知不同 她和大部分的村里人都不一样 太沉稳了 我被她拉了起来 走出了这个小房间 走的时候 她看了一眼桂根 桂根叔明明看着我的样子 像是要咬我一口 却被这一眼看得尾了 我低眉顺眼地站在桂祥身边 赶紧表忠心 叔 以后 您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 一定听你的话 这可是你说的 桂祥咳嗽了起来 叔不会欺负你的 会让你过好日子的 我被领了出去 看见沈沈的时候 冲她昂了昂头 关着我又能如何 我还不是出来了 倒是你 敢得罪桂祥吗 沈沈咬牙切齿 桂祥的那些朋友已经到了 开着面包车来的 车上下来两个男人 但是隐隐约约可以看见车里面还有人 我并不能够确定车里面有多少人 武林宏光是个神车 下面下来多少人都不稀奇 她的两个朋友是很高大的男人 长得凶神恶煞的 上下打量了我一眼 那眼神倒是不带着晦气 就是不像是在看人 像是在看什么物品 这就是你那个城里的老婆 桂祥笑了笑 然后说 她也是王安的女儿 王安是我爸爸 这些人认识我爸爸 桂祥接着说 王安哥死了 我们总要好好照顾他的女儿的 萌萌 别怕 叔叔们会照顾你的 我心里忐忑不安 听话的点头 他们三个人坐在我身边 言语间似乎对我爸爸很熟 问了我很多关于爸爸的问题 我茫然地摇摇头 其中一个人看不下去了 他咋啥都不知道 我们的货 桂祥看着他 声音戛然而止 什么货 我问 我可以帮你们找到的 桂祥看着我的眼神发冷 像是一条毒蛇 在我的背后吐着杏子 肆意游走 用不着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只是重复 王安哥是我的好兄弟 我会照顾你的 我一头雾水地走了出去 然后看到了五六个女人 从面包车上下来了 他们身上都带着伤 被村里的男人们拉走了 村里热闹了起来 每个人都像是在过年 我看向了婶婶 不是说没有别的新娘了吗 那他们又是怎么回事 其中有一个女人想要逃跑 被抓住按在了地上 桂祥的两个朋友 像是在打一条狗一样 棍子一下一下地落在他身上 没有人上前去求情 他快要被打死了 我浑身颤抖着 下意识地往前去 却被桂祥一把拉住了 别动 萌萌 你得好好看着 他不咳嗽了声音都变得清爽了起来 如果你不听话 会比他还惨 我懂了 这是杀鸡儆猴 打他给我看的 我死死地咬着牙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最后是婶婶把人拉了出来 他像个泼妇一样对着男人们嚷嚷 打坏了给谁 我以前看不起他这个样子 但是这一刻 我知道他在女人们的眼里 是个天神 婚礼开始了 不过 和我无关 那些带来的女人被强迫地站成一排 身边的都站着一个男人 贵祥的两个朋友在跟男人们收钱 如果我有手机或者监控 就能够把这一幕拍下来了 可惜 村子里太穷了 连电话都没有 我看着两个外来人 忽然想起来 他们身上一定是有手机的 如果我能够偷过来报警 就好了 正在这时 桂根怒气冲冲地回来了 那模样看来 不闹一场是不会撒手的了 我就是要他们闹起来 他一把拽起了桂祥的衣领 村长家两个人儿子要打架 谁敢去拉啊 大家都目瞪瞪地看着 也没有人敢动 村长一脸阴沉 大喜的日子 在做什么 他敢瞒着我娶老婆 都开始了还没人喊我 桂根吼 说好了的 萌萌也有我的份儿 我连忙躲到了桂祥身后 鼓足勇气说道 我 我不要桂根输 以后 我只要跟着桂祥输 桂根不如桂祥 又心高气傲 大家都知道的 我这么光明正大的嫌弃他 就是要激怒他 然而下一秒 那个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女人 被拉到了桂根的面前 桂祥说以后就是他的老婆了 顿时 桂根就高兴了起来 前面受的气一点都没了 白的一个老婆 总比和别人合用的好 我忐忑地问桂祥 叔 我呢 而且 给桂根娶老婆 村长愿意拿钱吗 那两个男人给桂祥数着钱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 笑道 你跟着他们走啊 我留着你干嘛 我心里一凉 有了一个猜测 一直以来 我都以为新娘嫁进来 是村里老人做的 但或许 不是 桂祥出席之后 才带着村子赚钱起来 那时候 村里才渐渐娶得起越南新娘 婶婶也是那时候嫁过来的 而现在看到的这一幕 更是证实了我的猜测 不仅仅是越南新娘 他们还做人口生意 他现在要把我卖给这两个人了 买你花了一万 但别人愿意花三万八买你 赚了 桂祥收着钱 笑道 再说 你是王安的女儿 谁敢留着你 他要卖了我 这和我当初想的不一样 要是在这里被卖掉 还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 我立刻抱住了他的大腿 哀求 叔我知道错了 我再也不打小主意了 我再也不去桂根叔身边乱晃了 你以为是这个我要卖掉你 桂祥拍着我的脸 目露凶光 你就和你爸一样不安分 想要我哥闹死我 做梦 他都知道 他怎么看出来的 我以为他就是个病秧子 爷爷说他病了快十年了 桂根那么身强体壮的 要是被我挑拨离间了 和桂祥打起来那就是两败俱伤 和我没有关系的 可这一切 居然都被桂祥看出来了 我哆哆嗦嗦地看着他 问他 你 你没有生病是不是 桂祥没有说话 反而是测过身咳嗽了起来 他就是在骗我 也骗了所有人 我被两个人拽着就要往面包车上去 两个人力气大 我怎么挣扎都挣不开 爷爷酒喝多了神志不清 看见这一幕立刻上来凑热闹 抓住我不让我走 这是去哪 桂祥在那呢 去你男人那 两个人说着就要推开爷爷 村子里却忽然热闹了起来 我抬头看去 火势从村长家蔓延了出来 不仅仅是他们家 别人家也开始烧了起来 整个村子好像都要被燃烧殆尽一般 所有人都大叫了起来 要去救火 他们在这个村子里生活了一辈子 这里的一切是他们的全部身家 可这里离河海很远 光靠井里打水 那么多房子 哪里来得及 女人的哭声 男人的抱吼声 充斥在我的耳边 喧闹得难堪 爷爷还拽着我的手腕 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像是吓傻了一样 不知道要回去救火 这个火来得太奇妙了 像是在同一时刻 所有人家都着了起来了一样 说不是故意的我都不信 我看向爷爷 映着火光 他脸上的表情十分茫然 也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婶婶从村长家跑了出来 衣服烧了两个洞 脸上还有灰 他一边呛一边对两个男人喊 贵祥 贵祥还在里头呢 快救他 两个人犹豫了一下 进去救人了 婶婶又拉着爷爷哭 咱家也着火了 哎呦我的钱还压在床板下 快回去救火 说着就要推爷爷走 我看着他的背影问他 婶 你说的大事 就是这个吗 婶婶浑身僵硬地站在了原地 村长家办喜事 还有别的女人要进村 多大的喜事 大家都聚在村长家呢 这个时候 家里剩下的 只有被关起来的女人们 她们造反了 所有人一起 在婶婶顺从的外表之下 是隐忍多年的爆发 只是不知道等这个机会等了多久 婶婶死死地拽着爷爷 对我冷笑 你不是要逃跑吗 现在不走 还等什么呢 她扔了个东西过来 是个小布包 我打开一看 里面有两个面饼 和我的准考证 可这个时候 她不应该和我一起逃跑吗 人多 总是能逃出去的 她留下来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 要对这个村子报仇 我不再犹豫 转身跑上面包车 打开了收音机 然后才往外跑 这个小村庄是我的故乡 也是第一次来 我完全不知道应该往哪里走 但是妈妈说过的 她那时候 一直一直往东跑 跟着太阳升起的地方 最后看见了阳光 身后传来了汽车的声音 我跑得喘不过气 回头一看 果然是面包车 他们不用吹灰之力就追上了我 贵祥带着人下来了 这次他不装生病了 脸阴沉得不行 走到我面前就一脚把我踹翻在地 我疼得在地上蜷缩 小布包也被抢了过去 准考证被翻出来了 你还想要去考试 还想用这东西来糊弄我 贵祥把准考证揉成一团扔了 你和你爸一样 死都活该 他生气地看着我 让人把绳子套在我的脖子上 麻绳粗糙地感觉勒紧了我的脖子 在一瞬间 窒息带来的恐惧感充斥着我的大脑 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只是不停地挣扎 我不能够死在这里的 贵祥看都不看我一眼 绑着我的绳子往面包车上一戏 我听见了他猛踩油门的声音 不要 这样下去我还不得被拖死 我来不及思考 手臂从绳子的缝隙当中钻了出去 以防自己真的窒息 那车子就开了出去 后背火辣辣地疼 但这都不是关键 我真的以为贵祥要把我拖死 车子又停了下来 我趴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 贵祥又站在了我身边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你不是王蒙蒙 他可不知道被人套着脖子要怎么解救 你到底是谁 我倒是想说话 可实在太疼了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干脆就趴在地上装死 然而耳朵贴着地 倒是灵敏了起来 好像听见大地在震动 有车子来了 不止一辆 但不止我一个人察觉到了不对劲 贵祥他比我更灵敏 转身就交代两个男人 事情好些有些不对劲 赶紧走 这个时候我真的想说一些嘲讽他们的话呀 我说不出话来 我只能一边笑一边捶着地 想走 你们走不了了 蓝白色的警车开进了村庄 刚刚贵祥是怎么包围我的 现在就怎么包围住了他们 警察来了 为首的是我认识的警察张叔叔 我被拉了起来 眼睛里满是疼痛的生理眼水 可这个时候我已经顾不上难受了 让我来 我说过 我要亲自把他抓起来 张叔叔沉默了一下 把手铐递给了我 贵祥又开始咳嗽 像是真的生了病 我给他戴上手铐 他和我说话的声音依旧温和 一点都没有被抓之后的急躁跳脚 我不懂他是什么时候看出来我在骗人的 贵祥说准考证 你那张准考证我早就看过了 上面的高考是七月 你以为我不知道 高考是什么时候吗 贵祥道 读书是唯一的出路 对这个 我比谁都知道 那张准考证是假的 是我故意准备的 让他们觉得拿捏住了我的软肋 好控制我 03年后 高考时间就改成六月考了 我以为贵祥是在之前考的 于是考试时间是按照他当年的考试时间改的 没想到 这点小聪明却成了破绽 张叔叔走了过来 把人带上警车 路过我 贵祥停了一下 你和蒙蒙长的真相 把我都骗过去了 不是像 我就是蒙蒙 可是在他认知当中的王蒙蒙 是个被父母藏起来的孩子 怯懦而无知 爷爷就是这样告诉他们的 在村里人的面前辱骂我的爸妈 也贬低我 他骂得太认真了 所以大家都信了 我没有搭理他 他善于伪装欺骗 我没有足够的胆量 能够认为自己对他无动于衷 村子里的火熄灭了 张叔叔跟我说 他们在村外看见了火事 还以为我这么大胆 联系不到他们直接放把火把村子给烧了 我摇了摇头 有些哭笑不得 我的确没有想过这么做 因为我不是婶婶 筹谋了这么久 要是就烧一个人家很快就会被扑灭了 那有个什么用 我们商量的是他接收到无线电信号就冲过来 只可惜我没有来得及回家去开收音机 只能把车里的收音机给打开了 所有人都被押回了警局 不是县里的那个警局 这次更往上 包括桂根 其实从一开始我们怀疑的是他 谁让他在村子里横行呢 张叔叔说 桂祥隐藏得太深了 要不是瞧不起我是个小孩子 对我放下戒备之心 估计还会继续抓不到他 我坐在警车里和他们一起回去 我旁边坐着的是爷爷 我们爷孙俩牢牢地拽着鼻子的手 没有松开 张叔叔从后视镜里看我们欲言又止 其实我知道他要说什么 就算把他们这伙人都抓去了 爷爷还是有罪的 他在这个村子里生活了这么多年 目睹着这一切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揭发 不是我爸妈被害死了 他恐怕一辈子都会装聋作哑 我没有想替他求情 我只是没有别的亲人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场大火里面还是死了很多人 警局里一时繁忙了起来 爷爷坐在审讯室里 苍老的脸上依旧看不出来慈爱 他就像是一个凶狠的老人 不凶过不下去 你怂了 会被村里人欺负 这是爷爷的原话 他一个老头子 带着一个寡妇儿媳 别人说闲话也就算了 还会跑到婶婶面前动手动脚 为了保护自己保护家人 他们每个人都在变成坏人 为什么不让儿子回来接你们出去生活呢 进来了就出不去了 爷爷道 我儿子好不容易出去了 我不能害了他 这么多年 唯一出去了的人 就是我父母 所有人都期盼着他会和贵祥一样回来的时候 他只是逃离了这里 不仅仅是不回来而已 这么多年 他想方设法地想要曝光村里做的一切 报过警 也找过记者 我妈也很支持他做的一切 他们就是我见过的最亲近的受害者 但是没有用 一个村子成为独流 绝对不是只有他们而已 贵祥很聪明 知道给周围的势力送上好处 和他们一起同流合污 这样自然而然的 他们就成为了村子的守护者 我父母做过的一切 反而触怒了村里的人 他们遭到了报复 那时候 我的梦想 就是考上警校 能够帮我的父母出一份力 然而那一天 他们送我去参加高考 很高兴地告诉我 这一切就快要结束了 他们终于告到了上面 只等着带警察去村里了 以后我们一家人就能够过上好日子了 然而 回来的路上 他们却遭到了车祸 明目张胆的车祸 所以爷爷忍不下去了 我父母是他的希望 他的骄傲支撑着他活下去的一切 他把我带了回去 他对我说 我们爷孙俩得给我爸报仇 婶婶还在审讯室 我求了张叔叔 让我能去看他 他看上去很憔悴 精神状态倒是不错 无论如何 我终于出来了 婶婶说 你后悔过这些做的一切吗 婶婶摇头 他说 我见到的还只是冰山一角 村子最东头老孟家穷 生了六个兄弟 只有一个老婆 怕人跑了 拴在家里 那个女人的一生 都只是像个牲口一样在生孩子 一个接一个 不曾停歇 孩子们也不知道自己的爹是谁 这是人伦能干出来的事 可没有人管 男人们只在乎自己舒不舒服 他们习惯了 最后是婶婶站了出来 我早就不想活了 能有点事做也好 他冷笑的时候 看着很狂妄 又很悲悯 他自愿成为男人的工具 管着来的女人们 也保护着那些女人 然后一直一直等着我妈妈回来 救她 救所有人 我忍不住的心想 婶婶是不是还恨着我妈妈 又觉得恨着也是应该的 爷爷想要把我送走的 是我主动要回来的 我对婶婶说 我妈妈没有食言 她只是没能够救出你 她有了女儿 也有了太多的顾忌 就当我 替我妈妈还债了 张叔叔说婶婶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还要审讯 没有那么快能出来 或许我这一辈子都见不到她了 我朝她鞠了一躬 转身离开 房间里 传来了婶婶的痛哭声 像是解脱 又像是 委屈自己这么多年的痛苦 我走到外面 仰头看着天 耳边浮现起爸妈对我的叮咛 要成为一个正大光明的人 九月 我入学 成为警校的一名学生 而外面 还有很多像村子一样的地方 张牙舞爪 面目猙獰的 躲在阴暗中 我的一生 还有很多事要做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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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